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实力够强 表演足够精彩 很容易脱颖而出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严明熙 曾比特 单依纯皆是如此 而越是看到年轻歌手 在声声不息的表现 越是会想起一个人 他就是五颗月 因为五颗月不仅是好声音冠军 还是十个好声音冠军中 唯一一个唱乐语歌 获得好声音冠军的人 通过好声音总决赛现场直播 可以看出五颗月唱乐语歌 又稳又好 属于实力很强的年轻歌手 声声不息主打港乐 而乐语歌是港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加上声声不息 还有五颗月的导师李克勤 五颗月参加节目 还可以师徒同拍 所以从直到有声声不息 这档音乐综艺开始 就一直希望五颗月可以参加 可等到声声不息开播 发现没有五颗月 说实话有些失望 有些遗憾 当然声声不息才开播不久 之后的赛制 会有新歌手加入 所以五颗月或许还有机会参加声声不息 带着这种期待 除了关注声声不息 也在关注五颗月 结果发现五颗月与声声不息有了联系 五颗月发了一条微博 大概内容是探班李克勤 并让大家记得准时收看声声不息 还晒了两张与李克勤的合影 看到这条微博很是激动 因为从这条微博想到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五颗月会加入声声不息 毕竟五颗月作为一个歌手 行程应该是经纪人安排 在目前的疫情影响下 如果没有活动 应该不会跑去长沙 因为这么做 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感觉五颗月 可能要有参加 加入声声不息 提前到录制地 熟食环节 并探班李克勤 第二种可能性 五颗月公司开始发力 为五颗月争取 加入声声不息的机会 歌手想参加一档音乐综艺 并不容易 实力当然重要 但比起实力 热度与流量更重要 而没有太多热度与流量的情况下 只能靠公司大力支持与争取 或许五颗月公司再为他争取 加入声声不息的机会 带着五颗月去了长沙 五颗月接这个机会 探班李克勤 第三种可能性 只是单纯的探班 这种可能性也有 毕竟从好声音就可以看出 李克勤战队之间很有感情 五颗月作为李克勤的冠军学员 在李克勤参加声声不息 期间探班也很正常 而不管哪一种可能 都说明五颗月与李克勤之间的感情很好 即使五颗月没有加入声声不息 也应该有机会看到李克勤 与五颗月合作 当然如果五颗月可以加入声声不息 与李克勤同台 那就更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